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unny 今天是2024年10月14号 星期一 大盘三大指数今天上涨 标普收盘5859点 上涨了0.77% K线图出现了流畅的上升势头 标普指数又创新高了 当指数创新高时 上方是没有压力位的 因为压力在哪还没有摸到 暂时还不存在 有可能6000点整数关是重大压力 但现在距离6000点还有100多点 未来如果能够接近6000 应该会有一个提前回落过程 创新高是一种上升趋势 在上升趋势中 应该顺势看涨做多 持有股票不动 趋势交易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顺势而为 让利润奔跑 并且及时止损 方向向上 那就不要去瞎折腾了 能够赚多少是多少 不要频繁的卖出 更不要反向交易 如果方向判断不对 应该及时止损 把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带融资杠杆的产品 比如说融资炒股的 带有杠杆的期货的 都要非常严格的执行趋势交易的规则 否则两下半本金就爆仓了 然后就没得完了 我很多年以来都不再做期货了 因为杠杆实在太高 风险太大了 但是趋势交易的保命法则我是一直没有忘记 那就是顺势而为 不要和趋势对着干 标普不断创出新高 趋势非常明显是上升的趋势 在出现新的调整之前 我不太可能改变看涨的观点 标普在创新高 这轮牛市是2022年熊市之后的一个大牛市了 启动的时间是2022年10月13号 到今天整整两周年 这两年标普从3491点涨到今天最高5860点 涨幅达到了2369点 或者说涨了68% 两年指数涨68%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涨幅 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 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这两年对于美股的慢牛来说 时间是正常的 目前也没有看到见顶迹象 也没有办法猜测什么时候会涨到头了 上涨趋势形成惯性的时候 比较好的操作就是顺势操作 不要去逆势猜顶 每一轮上涨的尽头 顶点它的成交量是非常少的 每一次都用事实证明 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跑在最高点 那斯达克指数今天收出第五根连续的阳线 走势开始变得强势了 向上挑战历史高点18671点已经是值日可待 美股甚至都不用预测爱在深秋会涨 还是明年春天会涨 感觉调整完了都是涨 这个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投资者心理 暴跌是减钱的好机会 每一次暴跌之后都会穿新高 手上有钱的都在等着下一次暴跌呢 巴菲特就是其中一个早早的囤现金 他也不管股市继续新高 他要的是确定性的机会 那他的事我一会再讲 和疫情2020到2021年大牛市行情不同 最近这两年的牛市行情的驱动因素完全是不一样的 2020到2021也是大牛 那个时候是水牛 因为零利息再加上量化宽松 美联储硬钱帮大家度过疫情的难关 所以全盘大涨 大盘股小盘股都有很好的表现机会 2022年底到现在的牛市 是加息周期开始到结束 量化紧缩还在进行 货币政策比较紧缩的大背景下 由人工智能主力板块带动的结构性牛市 正好人工智能的相关半导体互联网消费电子板块是大盘的权重股板块 大盘就这么在限制性货币政策下居然大涨了两年 那么问题来了 两年的牛市会不会结束了呢 杨虎财经有一个统计表格说明 历史上的牛市从时间来看 从涨幅来看都远大于这两年 美股的牛市平均时间长度达到了五年多 平均涨幅180% 也就是说本轮行情要说结束有可能为时上涨 年内标普上涨的目标 投行已经给出了6000点 一年内还能涨到6300点 既然这是人工智能结构性行情带来的大盘持续上涨 那人工智能如果还能够继续涨 那么大盘就有可能继续上涨 而目前英伟达向上突破 这说明人工智能行情可能还没有结束 黄仁勋几天前接受采访时说 Blackware订单是疯狂的 那这句话可能就英伟达走出整理形态的催化剂 在目前网上报价中 Blackware DGX B200系统起步价51万美元 每个系统用了8个B200的GPU 据说Blackware具有市场上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性能 网上新闻说Blackware系列GPU 在一年内的订单全部排满了 如果新的客户要订购 需要等待12个月才能拿到货 客户订购量目前高达10万个GPU 大客户包括亚马逊 Meta 微软 谷歌 甲骨文等 英伟达今天摸到的历史高点 这个技术形态值得一说 上方白色虚线是三角形整理的上轨 从140美元开始宽幅震荡以来 英伟达正好形成了一个大型三角形整理形态 三角形是阶段整理的形态 突破之后应该是按原来的大方向继续上涨 所以我在突破的当天上午买入了英伟达 仓位很小 主要就是为了测试一下关于三角形 向上突破的判断是不是准确 当时我说美股明星股向上突破 大概率是真突破 向下破位大多数情况下是假破位 美股大盘也是这样的 当时就有个观众问说 那你要怎么才能够知道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呢 曹操有句名言啊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炒股的人就是看概率嘛 感觉迎面大那就出手 迎面不大就不要买了 这次英伟达三角形向上突破 已经说明了是真突破 英伟达的财报比较晚 我看了一下是11月底才会公布 财报前的上涨主要是为了对预期中的业绩进行定价 目前的趋势来看 投资者似乎还是看好英伟达的业绩了 巴菲特不断囤积现金 但在今天的消息中 伯克希尔披露了一个文件 显示最近买入了价值8673万美元的Series SM股票 那Series SM是一家卫星广播公司 我的车里面买来就已经默认安装了这个了 要听广播得付费订阅 没有付钱那就只能听到一个台 那个电台只播放广告的 这家公司有1.5亿的听众和3400万的订阅用户 最近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21.78亿 毛利有10.63亿 每股收益80美分 这只中小盘股 巴菲特是早就持有了 最近应该是补仓行为 受巴菲特加仓影响 个股今天放量上涨 巴菲特的交易总是受到市场的关注 相应的个股会有流动性溢价 投资者会在看到消息后蜂拥而至 短时间内交易就比较活跃了 但是美股长期走势不会因为股神买入 或者是卖出而改变 主要决定因素还是货币政策的环境 和个股的基本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巴菲特今年主要以卖出苹果 美国银行为主 这些大的仓位正在减少 买入的则是小仓位的个股 那总的来说就是在减少股票头寸 增加现金储备 SIRI这只股 我觉得可以看作是跌多了补仓 周末 马斯克的SpaceX发射了星际飞船 火箭上天之后又回到了发射塔 被发射塔成功接住 这个新闻引起了轰动效应 马斯克的X平台全面背书川普 他现在是全力支持川普的 所以马斯克的成功 自然也就提高了川普的支持率 最近以来哈里斯的优势不复存在 川普胜选的概率超过了哈里斯 并且概率再扩大 今天川普的胜选概率达到了54.9% 而哈里斯是44.6% 两个人差了10% 随着时间临近 川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那么就会有川普概念股和川普重返白宫受益股 川普概念股主要就是川普科技集团DJT 最近几天已经翻倍了 今天还看到消息说DJT要推出Truth加流媒体业务 那流媒体这一块油管和奈飞目前是最成功的 迪士尼都算是一般般了 DJT其实在业务上面还是比较空洞的 主要还是题材炒作而已 但是川普上台受益股就值得看一下了 最近除了两个战场 我发现推特上面关于朝鲜半岛和台海的形势 又有一些新闻了 川普上台会带来更严峻的中美关系 估计会有利于军工股 像LMT和RTX这两只军工股可能就会受益 马斯克全力背书川普 那如果川普真的能上台了 特斯拉未来四年可能就会有个大靠山 在其他新能源企业可能不利的情况下 特斯拉就有希望获得相对有利的位置 川普希望放宽银行监管措施 所以对大银行有利 像富国银行、高盛、花旗银行 可能就会受益于监管放松带来的利润提升 但是话说回来 美国的总统权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那这些所谓的川普上台受益股 其实最终也还是得靠业绩来支撑股价 光靠靠山是不行的 这两天有观众问IWM怎么看 IWM是罗素2000ETF 相当于是2000只小盘股的投资组合 在过去两年牛市中 小盘股表现不佳 罗素2000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那未来是降息周期 理论上有利于小盘股 一方面小盘股需要普遍的放水 才有可能普涨 货币紧缩的时候是结构性牛市 货币宽松才有普遍牛市 另一方面降息降企业的财务成本 小盘股公司通常需要支付贷款利息 降息就对他们是有利的 IWM和之前200以下的横盘相比 已经有所改观了 强势了一些 从形态上看应该会震荡向上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